大家好,我是直辈大叔林依峰 今天介绍威士忌之前 我要先介绍一位好朋友 他叫做Golden 我认识他很久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认识Golden的时候 他一个苏格兰老外 竟然派住在台湾 住在台北 就住在我在台北第一家酒吧后院 安和后院的旁边 所以安和后院就变成他离乡背景 每天透过苏格兰威士忌来 这个思乡知情的地方 我也因为在那认识他 常常就跟他聊天 聊很多有关于苏格兰威士忌的秘辛 还有包括整个苏格兰产业实际上的运作 他从我这得到很多安慰 我也从他那得到很多的知识 后来他就被调回苏格兰了 若干年不见 我又重新联系上 前一阵子呢 我就非常频繁的飞苏格兰 他说Steven 你都来苏格兰怎么没来看我 他说他现在在Ian McCloud集团 他想要邀请我去参观他们集团的几家酒厂 老朋友加上盛情相约 于是呢 我结束了前面一段行程之后 我就去跟他会面 由他来导引我 来拜访他们集团的酒厂 我拜访的第一家酒厂 竟然是格兰哥尼 格兰哥尼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酒厂 我这次去拜访格兰哥尼酒厂 是我第一次拜访格尼这家酒厂 所以也因为Golden带领 让我对这家酒厂 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 对我来说 格尼这家酒厂被我种下的第一个标签 就是Friendship 友谊 让我对这家酒厂格外有好感 我还记得我们刚到的时候 他就带我进去他们的Vista Center Vista Center后面就是一个水池 水池后面是一座小山 小山有个瀑布留下来 Golden就说 这就是格兰哥尼的水源地 远远一看真的是觉得 像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啊 我们在Vista Center参观完之后 Golden帮我安排了酒厂 最资深的一位导览员 从头到尾呢 他就很认真的希望 从研磨麦芽 糖化 发酵 蒸馏 铸筒 所有制成都引导我去看 把所有制成介绍过了一遍 回来台湾之后 听说格兰哥尼出版了一款 台湾限定版 由PX雪地筒 所换筒熟成 12年 特殊的酒精浓度 43.8 以及 它是用小批次生产 百分之百 Only for Taiwan 所以上面写的 Taiwan Exclusive No.1 第一次为台湾特别做的限定版 我们就一边喝这支酒呢 一边来跟大家分享 我在哥尼的见闻 我们一边看的酒瓶呢 一边来介绍一下这支酒 你看这支酒 上面标的是12年 12年下面有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叫做Unhurried since 1833 就是自从1833年以来 它都不急不徐 1833年就是他们的创场时间 Unhurried 不急的做 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我去参观酒场的时候 他们就说呢 格兰哥尼就是他们蒸馏式的墙上 就标示 标示什么呢 其实这里有写 他说 格兰哥尼是全苏格兰蒸馏速度 最缓慢的威士忌 他们认为格兰哥尼美好的气味呢 就是由缓慢蒸馏 而且是最缓慢的 所以Unhurried 然后这支呢 它上面就直接写了 它是PX Cask Edition 它特别的跟一般12年最大的差异 就是它用PX雪地桶 做风味桶的换桶收成 然后呢 右手边这边又写了 Limited Release Batch No.1 这样的特殊的限定版呢 是Batch 1史上第一次出版的 所以如果呢 你对什么一个系列啊 很感兴趣的 就是首批系列 如果符合你的喜爱 这时候就是收藏的最好时机点了 喝喝看 好不好 格尼独有的雪莉桶的味道 就是这么的干净 这支12年就有标准的格尼给我的感受 就是那种干净的口感 喝起来还带一点点香草冰淇淋的味道 但是一般的雪莉桶的那种像黑巧克力啦 可可啦 甚至葡萄干 味道是非常清楚的 还有一些 辛香料的气味 我特别觉得每一次我喝格尼呢 它都带一点点那种杏仁糖啦 还有那种像肉桂般的香气 那种夹杂在木质吊当中的辛香料气味 整体给我的感觉 口感仍然是干净清爽 但是是丰富饱满的气味 这就是歌尼的风格 这支PX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相对我之前试了12年 我会觉得它的甜度其实是更高的 PX雪莉酒它是一种经过晒过太阳的葡萄 浓缩之后所制作出来的雪莉酒 所以这样的雪莉酒的风味相对来说是比较甜的 然后浓稠的饱满的 这样的橡木桶呢拿来熟成威士忌 仍然会把这样的浓郁的气味放进来 所以如果你喜欢浓郁的气味的话 这支12年PX台湾限定版会符合你的口味 我之前在研究歌尼的雪莉项目桶的时候 我就知道它们传承来自过去爱丁顿集团的雪莉项目桶 所以它们每一个项目桶呢 都必须经过六年以上的工序 所制作出来最顶尖优质的雪莉桶 才会拿来收成歌尼 我实际上到了酒厂之后 我就是想要看这些项目桶 到底是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制作的 我去它们的Vista Center发现 它们对于项目桶的分类是充满的细节的 它们不只是把使用的板材 所使用熟成的雪莉桶 以及项目桶的大小 做得非常清楚的分门别列 再把威士忌倒进去里面熟成 并监督威士忌在项目桶当中熟成之后的结果 因为Gordon的关系 带我进歌尼的诗人品影室 里面放了满满的Sample 并且让我们在那边进行自己的威士忌调配 前面准备了几个来自于歌尼的圆酒 坦诚说我试过它们所准备每一个歌尼的圆酒 我都认为单独装品都美到极点 然后我再将它们融合在一起了之后 我才发现 嗯 我喜欢的风味 跟这支12年所调配的内容竟然非常接近 我也是使用了许多的PX学历酒桶的气味 在我自己喜欢的歌尼的风味当中呢 撇开好朋友不说 歌尼这支酒给我的印象 就像是家学渊源非常棒的枝忧声 它总是不疾不虚 不问不火 品学兼忧 像这样的有着良好传承的 学历桶的威士忌风格 时机一来 它就会在所有的威士忌老涛面前大放异彩呢